市長想再問一下就是說今天跟陳時中開視訊會議 有討論到65歲以上快篩羊的人要給藥 那想問一下市長還有建議的什麼 會不會覺得中央這樣子做其實有點慢 然後你之前的建議 然後陳時中說這樣子是不負責任的給藥 但是他現在又跟進 現在網友就在酸說他現在都在炒米的 這個齁也不要我覺得這樣 其實我們整個台灣的疫情是這樣 也不要是因為這樣 因為雙北鎖入生活圈先走 那整個就是說新竹以南的 它是感覺上比較慢 所以這也不是說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北跟雙北首當其衝 所以我們感受到壓力跟全國總統的壓力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雙北會提出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會比較焦慮 就是說因為我們是首當其衝病例多 那其他縣市他現在壓力還沒上來 但是我知道大概從科學上來講 大概中南部的疫情會比台北大概慢兩個禮拜 因為這船部 他不像我們首度生活圈這種交通流量那麼大 很快就會船部 那中南部會慢一點 所以這也不是怪說陳部長說 說比雙北慢 我想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是在先頭部隊 我們感受到壓力跟他要看全國總民進感受壓力不同 所以是這樣 我跟他講幾個問題 第一 我們的PCR量能已經決定說我們確診人數的通報 所以我跟他講說你未來一個禮拜 如果每天在那裡報那些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如果數目再增加那現在中南部慢慢追上來 因為中南部那個PCR量能還沒用完 那這些雙北的地區大概就是這樣 從統計數字上看起來很清楚 沒有理由這四天雙北的確診人數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這表示PCR量能限制住 好在這個事實基礎之上 這還想要怎麼做 那我跟他的爭執 我跟他講說是這樣 因為我們實際在臨床業務 在醫學上診斷跟疫斷 我們就說Diagnosis跟Impression是不一樣 所以說將來那個在診斷書上面要這樣寫 COVID-19 Proof by RT-PCR 就是說用PCR來證實跟COVID-19 Impressed或Suspected by Baby Antigen Test 這可以分成不同的兩個診斷 那如果醫學上來講 你知道很多東西你一定要百分之百確定才可以治療 那就措施防疫實際 所以在醫學上來講 我們常常是Impression或Suspect 就是疫斷你知道 我們就開始治療 那個要確定診斷 你說要發那個 將來要領什麼醫療保險 或是要法律上的文件 那也許要處理 所以將來是這樣 快篩可以作為臨床上 作為處置的一個決定因素 至於說你要防疫前 要跟人家請保險 要請家幹什麼 甚至有法律糾紛的 那就用PCR來做標準 所以把臨床跟法律分開 今天這些問題就解決掉 那後來 我想他也聽懂了 主要是我想是 後面那些顧問醫師再跟他解釋一下 他應該聽懂了 所以現在就是整個國家在防疫上 臨床歸臨床 法律啦 或是什麼 那個歸法律處理 這樣就不會互相干擾 就算了 好